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表示 某些国家针对俄罗斯采取限制性措施 例如禁止俄获得国外高科技产品 这对俄是一个巨大挑战 但俄不会自我放弃或陷入某种混乱 也不会倒退几十年 普京表示 在意识到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 俄将集中精力寻找新的解决方法 有效利用现有的自主技术储备 推动本国创新企业发展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日说 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没有明确时间框架 它会在所有目标都实现后结束 俄国防部网站18日发布消息说 俄国防部长稍一股视察了 正在乌克兰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部队 听取了对当前局势的汇报 和执行打击敌方任务的情况 俄国防部当天通报说 俄军使用高精度空击导弹 摧毁了位于顿尼茨克地区 一个居民点的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打击了切尔卡瑟州的乌军 并在专吉斯克地区 摧毁了乌军11台隔管火箭系统 发射装置和装甲车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18日出访阿尔及利亚 意在敲定 他今年4月访问这个北非国家时 谈好的一项能源协议 进口更多阿尔及利亚天然气 以减轻意大利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意大利外交部长 内政部长 司法部长和生态转型部长等要员 陪同德拉吉访问 规格至高 凸显异方对此访的重视程度 近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前 俄罗斯每年向意大利出口 大约290亿立方米天然气 阿尔及利亚每年向意大利出口 大约230亿立方米 近几个月来 意大利政府与卡塔尔 阿塞拜疆 安格拉等产气国谈判 希望实现天然气来源多元化 摆脱对俄天然气依赖 乌克兰总统夫人叶莲娜德莲斯卡亚 1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他与美国总统夫人接儿拜登邀请 当天抵达美国进行访问 斯莲斯卡亚说 他当天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还表示将向美国民众讲述乌方诉求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8日报道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 白俄罗斯采取了支持俄罗斯的立场 若白俄罗斯军队一越过边境 进入乌领土 乌克兰将断绝与白俄罗斯的外交关系 乌通社18日援引乌南部作战司令部消息报道 奥德萨州当天遭导弹袭击 俄军三甲苏35战机 从黑海上空发射四枚导弹 其中一枚被乌方防空系统击落 两枚击中乌军事设施 还有一枚击中位于德尼斯特河河口的大桥 中文字幕提供 少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